我们可能经常听到周围的人说要减肥 而如何科学有效的减肥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英国近日的一份调查显示 青少年减肥药的使用量大幅上升 这引起了医学专家的关注 专家认为减肥药并不能真正起到减肥的作用 真正的减肥方法是合理安排膳食 为此英国部分学校推出了免费午餐 希望通过合理搭配的膳食引导学生减肥 盲目减肥现象正在青少年学生中蔓延 伦敦大学的调查显示 1999年到2006年 青少年服用减肥药的人数增加了15倍 而且服用减肥药还有低氧化趋势 儿童营养学家表示 这是一种极其不健康的减肥方法 喜欢吃高热量的垃圾食品是青少年造成肥胖的主要原因 为了遏制青少年体重超标 英国建议学校推出为期两年的试验性免费午餐计划 不管学生的家庭收入如何 学校向所有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膳食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学生携带垃圾食品进入学校 同时还培养学生的健康饮食习惯 这所位于伦敦东区的小学提供的免费午餐 主要以蔬菜沙拉为主 搭配有适量的肉食和奶制品 学生们既能够吃饱吃好 还可以利用这种公共环境 强化肥胖学生的自我减肥意识 英国政府希望两年后能有更多的学校 加入到免费午餐活动中 不过这对英国政府的财政也是一个考验 也制作为挑战 我们可以用这种的拥棒